美国的其中选举或许不是我们期待的红色海啸 红色浪潮 甚至像左派说的这个红色幻象都没有 但是还是打得可圈可点 有非常多的胜利是值得庆祝的 我不想要一直当那种一个阴谋论的人 一直说什么天要塌下来了 虽然我自己一直在囤粮、囤罐头、囤子弹 但是其中选举的时候 例如像说Ohio的JD Vance 打赢了Tim Rya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议员的席位 选战开打以来 一直都非常的接近 JD Vance是一个比较新潮的共和党人 不是跟加州的一样一堆建制派的那种 不在乎道德、品德、教育 认为只要减税就好那种 JD Vance选战主打的就是家庭核心的价值 还有反对移民的政策 而且不只是反对非法移民 是说美国整个移民政策都要修改 我们再放进来一批又一批 没有美国价值观的人进来美国 摧毁我们的国家 那这个是完全支持的 非常保守派 也跟川普有点类似这样的政策 然后Tim Ryan就是一个一直说自己是创业家、企业家、蓝领的什么的人 基本上政治人物不太可能是蓝领 除非他是第一次参选 跟我们这次推荐这些 You First Campaign的候选人一样 简单说Tim Ryan就是一个非常虚假的一个人物 所以在Ohio赢得这次的参议员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胜利 那我们往上走看密西根州的大左派州长Whitney 保守派的共和党 它就是一个很纽约的共和党 很加州的共和党 但是这次纽约的民主党真的就是感觉到被威胁了 真的有一度好像他可以把纽约翻转过来 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说纽约翻红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就是我们加州 真的就是左派打本营了 但是没有发生 我们加州还是跟纽约平起平坐的无耻的 那乔治亚州的州长Brian Kemp对上Stacy Abram 这个是一个大胜利 之前Stacy Abram从2018年的选举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宣布败选 这一次他彻底的宣布败选 因为票数实在是差太多了 在现实上逻辑还有在选票上 这一次对他来说他就一定要宣布败选 最后选举结果是53.5%对上45.8% 这个距离就不是选举舞弊要重新算票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一个更好就是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Delicious OK 就是德州的Greg Abbott跟Baito Aroyd的这个选举 结果是55.6%对上43.1% 各位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 红的地方变得越来越红 蓝的地方变得越来越蓝 而且很多蓝的地方虽然这次并没有被翻转 但是共和党在这次选举当中有非常大的突破 当然有很多失败的选区 其中一个就是兵州的Dr.Oz对上Federman 我们来看一下Federman的胜选演讲 Nah, I, uh, I, uh, I'm, I'm, I'm not really sure really what to say right now, my goodness I am I am You're trying to be a winner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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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Yeah So I am I'm so humble Thank you so much Really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I know 他其实之后他讲的还OK 没有很结巴 我真是故意弄一段 他讲话不清楚的影片 在讽刺而已 这场选战其实是还蛮痛心的 因为某层面上 我是 我不算是意外 但是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辩论会之前 就已经投票给他了 所以他的健康状况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必须说 我记得我一开始知道Dr.Oz要参选的时候 我就非常不看好Dr.Oz 他在节目上面支持堕胎 上节目支持堕胎 他有非常多左派的思想的节目的片段 又是一个好莱坞的个性 但是他最后拿到了川普的背书 所以他会输 然后共和党没有完全支持他 我觉得还好 我没有特别的意外 Dr.Oz成为共和党背书的参选人 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糟糕了 更糟糕的是 他还输给一个选前中风 说话说不清楚 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完全的大政府社会主义人士 到前一阵子还住在他自己妈妈家的这个人 真的这一次的选举是给共和党一个当头何方 当然虽然我在节目上这样讲 但今天如果情况相反的话 共和党的参选人如果身体出了问题 或者是中风 我大概还是会投给共和党 因为我想要在参议院有这个掌控权 需要一个人可以稳定的投出共和党方针 或者是保守派方针的选票 所以说我可以完全了解 为什么宾州最后的民主党人会投给Federman 但是这还是让我有点不甘心 虽然我也不喜欢Dr.Oz 某层面上我还蛮同意NBC 对于这次宾州的选举的结果给我们的评论 我们来看一下NBC的这个节目上他们说了什么 我们下午的 lives 我们下午之下的部分 我们下午之下的一个小时 不要说天辑 内容 我们下午家说天辈子 雅 對,沒錯,這個左派的老太太講得實在是太清楚了 John Featherman 或許沒有他說的這麼接地氣 他可能就是一個穿著帽T 然後穿得好像一般的工人在上班一樣 但是他的確比Dr. Oz獨特很多 更何況是他不是一個唬爛的人 他天生就是一個大左派 他想要的就是大政府 他想要的就是政府控制一切 然後他沒有說謊 他就是直接這個樣的說 然後就跟左派的政策一樣 他們都沒有在說謊 他們只是把很噁心的政策 用很漂亮的話語來包裝得很好而已 他沒有在假裝成為另外一個人 對,他的確之前要進石油 然後現在說要完全支持石油開采的影片 但是他就是他 每個人都知道他就是John Featherman 但是Dr. Oz是一個虛假的人 他不是一個保守派 很多東西他之前不是這個樣子說 但是為了選舉 他為了要保守派的票 所以他就這個樣子說 Dr. Oz之前在好萊塢跟電視圈打滾 他就是一個大左派 十幾年前在左派還沒開始之前 他就已經說變性人 兒童變性是未來方向了 然後他選舉前15秒 突然變成了一個保守派 那賓州的左派想要投給左派 但是他們如果真的要投給左派的話 為什麼要投給一個 假裝是右派的一個大左派 左派要投的話 就直接投給真正的大左派 John Featherman就好啦 而且Dr. Oz連說明他為什麼參選都沒辦法 別人問他說 你幹嘛要參選賓州參議員 他不住賓州 然後他們說了一串有的沒的東西 他只是為了自己 只是為了自己在政治圈的路往上爬而已 每一個人都看得出來 除了賓州初選的時候投給他的人以外 還有川普背書他 這真的讓我覺得就是 你是要抽乾沼澤 還是要往裡面灌泥巴 這次紅色海嘯整個胎死腹中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共和黨沒有一個真正的目標 沒有辦法凝聚力量 今天不講話 人物粉寫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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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